在讲师的带领下 长者们使用八位原画家在手机上作画 只要在荧幕上动动手指 就能画出像是杯子 房子 荷包蛋等可爱图案 由于许多长辈很久没有画画 这样用手机就可以随时画画 不只有趣也相当疗愈 我们老人家退休在家里 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画一画也很不错 我觉得很好 有我们里长真的是办了我们很多课程 让我们一些老人家退休的人在家里面 再来上课又可以学粮 又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我觉得很不错 真的是很好 还要感谢里长 里长开了一些课程 真的是对我们社区那些老人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年轻有为就是有很多创意 因为以前画图很少在画 现在有这个数位的画图的教课 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只要这边有上数位的手机课我都会来上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课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新鲜的 而且非常有趣的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程 来这边认识好多朋友 而且这边有都非常的亲切 对我们都非常好 尤其是里长非常照顾我们 我们考量到这边长辈的一些特性 所以除了可能大家常听到的一些桌游之外 就是邀请社区长辈来帮大家上课 那另外我们也这边很多卧虎长龙的长辈 也有这个军工教退休的 甚至以前就是老师 所以我们也让这些长辈呢 在他这个退休的生活里面也增加一些这个教学乐趣 所以也有人出来教中国节啊 教日文啊 教各种的特殊的才艺 那这个是长辈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就是有导入我们以前的一些专业人员 长照专业人员 比如说护理治疗师 药师 然后呼吸治疗师等等的这些专业课程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 因为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 就是数位跟手机的课程 那我们除了有跟师大这边合作 也有跟巨匠电脑合作之外呢 目前长辈比较喜欢就是 里长自己本身也有在带长辈上手机课程 那教大家一些我们平常 比如说像FB社群啊 然后LINE啊 群组社群的差别 甚至一些美图秀秀啦 还有怎么样有效率的使用导航这个功能 就是我们平常对我们年轻人 驾轻就熟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分享给长辈 然后并且每一次的课程 都让他们不断的不断的复习啊 练习这样子 由于庄里长本身具有社工背景 也曾担任石头汤社区整合照顾服务管理者 对长者服务与社区经营相当有经验 担任里长后更能透过里长的角色 主动发掘需要关怀照顾的长者 并扩大延续服务工作 我那时候是负责管理中正区的石头汤 也就是社会局的有一个社区整合照顾服务的业务 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继续延续的 并且更扩大经营 所以我就想说来投入这个角色 那除了把我们以前会的带进来之外 那另外就是实现一些我们人民 就是对政府的一些期待 然后让这些的民众可以感受到说 真正的里长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那他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的东西 原本早期在开发这边的长照顾案的时候 其实数量并不高 那从我出来选举到选上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暗量是 这个飞一样成长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主动挖掘了更多有需要的长辈 而且可能过去他们听不懂 他们也不愿意去了解太多的这个长照的部分 我们也都透过里长这个角色 可以让他们更知道说他们的权利在哪里 那另外我们有个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的諮商服务 除了社工之外 那也有法律諮商一周会有两次 然后也有跟这个我们交通大队配合 有他的前大队长 李政光警官来做交通諮商 譬如说遇到一些罚单啊 或者交通纠纷该怎么处理 那另外我们也会有试情况 譬如说我们之前也有安排过要事咨询 等等的东西 那未来相信会更多这一类的 那我们也就是看这个里 他希望 大家希望他长成什么样 那我们就把它导入更多 可以让他长更好的 这个要素进来 透过里长用心安排 丰富多元的课程 不仅可以学习到各种知识 也增进彼此间的情感交流 让新营里成为充满温馨活力的乐活社区 里长也希望长辈们都能走出家门 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让银法生活更加充实快乐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